Hello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铁线虫入侵》 汉江最近发现了数据神秘浮尸 死状极其诡异,法医也难以解释这种情况 而后短短的几天,越来越多的尸体出现在了河边 在专家的调查下终于搞明白了 原来是人们务实虫卵感染了一种铁线虫 初期的症状就是暴饮暴食 因为铁线虫的繁殖需要在水中进行 所以这种感染者都是在水中暴毙 专家给患者使用了驱虫药 然而服药的患者统统都死了 而我们的男主大雄发现妻女都有这样的症状 他决定尽快将老婆孩子带去医院 此时的医院已经人满为患 却依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大雄的弟弟小夫是一名警察 在调查中通过一位大爷得知 前阵子有人在河边处理死狗 而狗的症状也是在河中暴毙而死 另一边一名感染者误吃了一种药物后 竟然痊愈了 消息公开后引起全国的疯抢 结果导致药物供不用求 而治疗公司的老板还趁机占政府便宜 让政府出大价钱购买药方 大雄通过内部关系弄来了四颗特效药 众人发现后不顾一切围了上来 一阵疯抢过后药物被采成了坟墓 而小夫这边却发现 特效药都被治疗公司给买走了 他找到了公司的研究员 原来研究员曾利用铁仙虫研究脑部疾病 即将成功的时候 却被新来的老板叫停了 愤怒的研究员将病狗扔进了河中 并将大部分的药藏到仓库中 准备大赚一笔 就在小夫带着大雄找到藏药的仓库时 一把神秘的大火却将一切都给烧了 为了拯救感染者 两人开车冲进来工厂 将治疗的原料送往各大工厂 大量的药物被生产了出来 所有的患者因此获救 而治疗公司的老板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切似乎都已结束 然而此时一具尸体在海上漂浮着 铁仙虫的战争似乎仍然没有结束 好了 今天妹妹的节目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妹妹我的节目 记得点赞哦 如果你想表达对妹妹我的支持 不妨在屏幕下方留言 爱你哦 摸摸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